嗨,大家好,今天是我年多二用品的第二支视频,那就是全部关于眼部还有眉毛的用品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我在2017年最喜欢的眼部产品有哪些的话呢,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好,过去我们以倒数的形式来做这个视频,所以我们就从第10一直all the way到top1,我2017年最喜欢用的眼部的用品 那我眼部的用品里面呢,不光是有眼影啦,还包括有比如说睫毛膏啦,然后眼线液啦,然后还有眉毛的东西 对,2017年呢可以说是一个我的眼影盘爆发之年,我买的眼影盘简直是多到,我都不愿意去看,我不想说,很多盘子连动都还没有动过 但是就是看着就想买,看着就想买,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这个视频里面看见很多的眼影盘 好,我们先从第10开始说,第10呢是这个Elf的这个liquid eyeshadow 这个我在某一支视频里面用过,我觉得这个我为什么喜欢它呢,是因为 它可以作为一个你日常特别特别忙的时候,然后用单色眼影的时候就可以点一点这个 我刚刚swatch的这个是Rosego的这个颜色,然后这个是叫做Multed Bronze 这两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它的pigmentation是相当的棒啊 如果说是你想就用一个单色眼影,作为就是今天就是出门集就用一个单色眼影的话,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合适 如果你想作为就是整个眼影画好了以后,然后你想点在就是眼球中央呢 这种眼影也是非常非常合适 所以我觉得它比较就是,所以我觉得它比较就是属于怎么说呢,Multifunction吧 所以我还蛮喜欢用这个,就是单支来不及时间的时候点一下,OK 然后如果说是平常就是全雾面的眼影,然后想点一点光亮在眼球中央,这个也非常非常合适 所以这个是我的No.10 接下来呢是我的No.9 No.9呢是这两盘Suku今年圣诞限量的这两盘眼影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不太喜欢Suku的眼影,因为我觉得太清淡,我是重口挂的 但是奇怪的是我每次用这两盘眼影,画出来的妆面我自己都还蛮满意的 一盘是这个注红灯,然后呢还有一盘是叫光珊瑚 对,大家可以去看我的这两盘有专门的review,然后呢也有一些上妆以后的样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反正我自己都还蛮满意 就是这两盘上妆之后的样子的,我最喜欢的是这几个颜色 注红灯里面这一块珊瑚色,然后呢是光珊瑚上面的这个浅色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两个就是属于那种我觉得所谓的波光灵灵的感觉的那种 就是它很细腻很高级的那种闪,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两盘的 其他的苏库眼影盘至少我手上的都不是给我很惊艳的感觉 但是这两盘呢我就自己个人还蛮喜欢用 然后呢第八呢,Top A呢是这个,是美宝莲的这个Brow的Fiber Volumizer 它这个是一个眉胶,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带很多很多的这种Fiber的东西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毛毛 然后呢,你用这个以后呢,大家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我已经做了micro breathing了 所以我一般就是说是没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我一般是不用画眉的 我就用这个眉胶,稍微把这个眉形刷一刷就OK了 然后呢,它因为它里面带的有Fiber呢,就会给我的眉毛增添一种那种毛茸茸的感觉 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这种自然毛绒细的眉毛的,就是有一点点messy感的这种眉毛 所以说,这个是我的No.8,用的很多很多这个,今年做了这个micro bleeding以后 No.7呢,就是这个Morphe和Jacklyn Hill合作的这个眼影盘 它是巨大的一个盘子,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眼影盘呢 是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配色 基本上就是属于暖色,冷色,大地色,pop of color的这种粉色 然后这个蓝色,就各种你需要打造的妆容,基本上从这个盘子里面都可以找得到 然后呢,它这个里面,它眼影的这个质地啊,就是,虽然说是比不上高端眼影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从它的价位上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眼影质地了 如果你以前买过Morphe的盘子,它和Morphe其他盘子的这个,呃,质地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用的是一个更好的formular 我随便给大家swatch这个颜色呀,轻轻touch一下 来,大家看一下,它这种显色度就是超级超级棒的 然后它也非常非常的好晕染,它的晕染力也特别特别强 所以呢,这个盘子如果说是,当然旅行我是不建议了,那么大一个盘子 但是就是说,比如说你放在家里,我觉得新手入一个这个,因为又便宜啊,价格 然后各种色系都有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来练手的盘子 然后,我觉得它的质量和它的价格成对比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滑的来了 但就我们抛开价格不说的话,这个盘子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盘子 Number 6给谁呢?又是盘子 是Huda Beauty的这个小的这个眼影盘,它叫做什么什么的,Obsession 所以比如说这一盘它叫做Move Obsession 然后这一盘它叫做Warm Brown Obsession 然后这一盘叫做Smokey Obsession 我今天的这个眼妆就是用Warm Brown Obsession这一盘来打造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那个特别特别亮的那个金色是叠加了另一个膏妆眼影 但是就是主色是用这一盘里面的颜色打造的 就是今天眼睛上的这个眼妆就是用这个画的 这一盘是Smokey,这个偏稍微冷色一点,但是也有几个比较好的大地色 这个呢是偏紫色,紫粉色 好,它这一盘呢,它的所有的这个小格啊 它的这个容量是和它大眼影盘里面的容量是一样的 但这个价格就要便宜一些,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好 一个是Travel很好,二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你不想买它的Desert Dusk那一盘 因为完全是偏紫,你就可以买这一盘 然后加上这一盘又有点,比如说像Natasha Delona的那种日落盘的那种偏紫 所以偏紫偏橙都有了 一个眼影盘里面有九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完全足够了,我随便给大家swatch几颗啊 这个是那个Move盘里面的 比如这个,这个,我都是轻轻的这样抹一下啊 来大家看一下 显色度也特别好,云染力也不错 反正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就是平常travel也好 就是放在家里,就是你今天想用哪一个色系 你就挑一盘那个色系的出来 打造的眼妆我觉得也是一盘就可以完成一整个眼妆的那种 所以我的number six呢,就给了它 接下来的number five呢,我必须需要给这个off的这个眉胶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刷头有多么多么的细小 看得见吗?它可以get into every single hair every single hair of your eyebrow 就是真的很细致 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我其中一支视频提过一个 就是Charlotteaubert的一个眉胶 那个眉胶和这个眉胶就是几乎是一样的 我更喜欢这个的formular 那个眉胶又贵 然后formular的比起这个来说更干一些 这个呢,要稍微有一点点湿度 所以感觉就是上眉毛的产品更多一些 但是就是恰恰好处的多 我一般用,如果我需要化眉的天 我用了化眉,然后用这个来定型 非常好用,定型一天都不会掉 而且就是它那个染色的效果也就是正正好 不会就是一坨上去,晕不开那种 这个眉胶真的很好用,又价格又便宜 我真的建议大家去人手一支 number four呢,又是一个眉毛的产品了 这个是我几乎上就是我如果需要化眉 就是我不是光用这个北宝莲的这个染眉胶的天 我只要需要化眉的时候,我一定会用的 这个就是眉宝莲的这个 你看上面的字都被我弄掉了 已经快要用完了 这个brow的那个feudio 然后它一头呢,是这个眉笔 然后呢,另外一头呢,是这个眉粉 我为什么特别特别喜欢用它呢 是因为它不光是眉笔这一头 就很快嘛,眉笔这一头稍微勾几根线 然后眉粉这样轻轻的扫上去 我今天也是用这个化的眉毛 就眉粉用这个轻轻的扫上去就OK了 而且它的颜色真的特别特别的自然 我用的这个soft brown 我觉得就是颜色和它的这个便携性啊 实在是太快了 因为我不喜欢光用笔 光用笔出来的眉毛感觉太深意 我喜欢那种比较有那种fussy毛绒绒感觉的眉毛 所以我比较喜欢有用眉粉的时候 但是呢,如果我要用一支眉笔 然后又去开一盒眉粉 我就觉得很麻烦嘛 这个就很快 它一头眉笔,一头眉粉 然后它这个眉笔的质地呢 是属于那种不是特别特别干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waxy感觉的 但是又不会就是聚上色 一下手就是很重的那种 它这个眉粉呢 这一头真的是快用完了 大家可以看 它颜色都是特别特别淡的那种 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我这个黑发了 到我们的No.3了 No.3呢又是眼影盘 但是具体是礼仪盘呢 其实是有很多盘了 就是colourpop的 今年新出的这些眼影盘们 大家知道我是colourpop的大扇子 我刚刚跳出它们的坑 就是它们的那些单色眼影啦 高光了 我基本上什么都没 刚刚跳出它们坑 结果它们开始出powder eyeshadow了 我简直是又被烧到不行 重新入坑 它们家基本上出一个盘子我买一个盘子 出一个盘子我买一个盘子 出一个盘子我买一个盘子 当然不用说了 最推荐的是这个 这个yes please这个盘子 我当时还做过一次抽奖 基本上出一次卖断货一次 出一次卖断货一次 但现在好像经常买都买得到了 然后呢它就是很多人说 它是Natasha Venona的Sousy盘的dupe 我有做这个盘子的review 大家可以说要不去看一下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暖 矩调的这种感觉的 然后它们家的粉质就是 again就是非常的beautiful 又好暈染 有那么一咪咪的这种 kick up 但是不是很严重 大家可以看到 看见没 好然后 这个如果你喜欢暖色调呢 我建议你入一个这个盘子 好如果你喜欢 比如说暖色调 但是又加一点点 就是pop up color的这种绿色 这种蓝色的话呢 这个是Cathleen Lines和他们家新出的一个盘子 叫做Dream Street 然后这个盘子我才入 我还没有用过这两个蓝色 但是其他颜色我已经摸过了 就是我上妆 它可以上非常非常日常的那种妆 也可以上非常dramatic的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Cathleen Lines出了很多个这个盘子的tutorial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来给大家swatch一下 这几个蓝绿色吧 我觉得特别美 他们家的粉质真的就特别特别好 有没有 好如果你不太喜欢 就是太pop up color的盘子 我给大家介绍这两个 这个是叫做You have me and hello 这个盘子 它带有一点点的就是紫色系 但是多数是大地色系的 然后还有这个I think I love you 这个盘子 它是大地色系 然后带有一个这个黑色作为眼线色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金属色 然后这两个盘子呢就是偏neutral一点 就没有刚刚我给大家说的那两个盘子的配色那么跳 我也是给大家稍微轻轻的swatch一下啊 swatch几个金属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显色度 这个是I think I love you 里面几个的金属色 超级棒的 所以呢它们家一个盘子是16到 我是非常非常建议新手妹子 如果想入眼影来练手的话 完全完全可以入他们家的盘子 你入几个不同色系的 玩一下色也可以 那就像我们这种就是喜欢玩色的 也可以入他们家盘子 总之我觉得他们家盘子粉质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你如果是怕就是说太显色的话 你稍微轻轻沾一下 然后把那个鱼粉抖掉再上眼轻轻刷 不会太夸张 就是他们家的眼影我觉得还是总的来说是非常非常好驾驭的 然后呢 出了就是各种种类色系各种系列又特别特别多 所以总会有一款总会有一款你会适合 我是基本上他们家每一个盘子我都有 如果大家还感兴趣 比如说你有一个特别的诉求 比如说你说啊我喜欢就是上班 你给我推荐一盘 或者什么什么party 你给我推荐一盘 可以在其他给我留言 然后会给大家回复 就是说我觉得哪一盘适合什么样的一些场合 好大家猜一下我的Top2是什么呢 No.2呢是这两支睫毛膏 我基本上今年化妆没有换过睫毛膏 从这个 Lash Paradise这个出了以后 Loreal的Lash Paradise出了以后 我基本上没有换过任何一支睫毛膏 它的这个刷头大家可以看 它是Natural Brussels的 我一般是不喜欢这么大的刷头的 但是这个我恰好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它 它可以包裹住我的那个睫毛以后 它可以给你很多的volume 然后又不是特别特别的clumpy 就是不会特别特别一坨截坨 然后呢它就是又有比较分明的感觉 但是又给你enough of drama 你知道吗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绝对不会晕 我非常非常喜欢用它刷上睫毛 然后我就会用这个Loreal Telescopic 这个也是我去年的爱用品 也在去年爱用品里面 我就会用这个来刷下睫毛 因为它的这个刷头就是很小嘛 就很容易照顾到下睫毛有没有 然后呢它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它可以给你下睫毛刷的根根分明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我今天是这样的睫毛用这个刷 然后这两个的这个combo 我是绝对绝对只要刷睫毛 一定是它们俩 就没有没有换过 我今年就没有换过睫毛膏 就是这两个 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非常非常可靠也不会晕 好了Top1是什么呢 哒哒哒哒哒哒 就是这个Physicious Folio的这个eyeliner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 因为我上一支已经用完了 我们家里有这个囤货 大概有七八支吧 就是我家里不会缺这个 这个eyeliner呢 从我从一个就是眼线扑手到用了这个以后 基本上就是我哪怕不画眼影的时候 也会画一下eyeliner 然后画一下睫毛膏 我喜欢的是这个Dark Brown这个颜色呀 我就是觉得它画出来的眼线我很好掌控 作为一个眼线苦手来说 好掌控太重要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它可以很精细 看得见吗 可以很细 然后你也可以加粗 你用这一头来画 就要粗一点 看见没有 然后呢它就是 它是毛刷刷头的 但是它因为非常非常精细 感觉可以是那种 像那个filtered tee不一样 它的出水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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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顺 然后呢它这个Dark Brown这个颜色呢 又特别的自然 就是哪怕说是你没有画眼妆的时候 或者说是你就是画了眼妆 只想要一点点define 不想太利的时候 因为黑色的眼线用起来 有时候会看起来很利 这支眼线都可以达到 然后它貌似还有什么增长睫毛的效果啦 这个 嗯 No I don't think so 但是就是真的 我用这支太顺手 真的太顺手 我就再也没有换过 所以我只要 呃 化妆 有要画眼线的时候 一定是它 所以Top1呢 我必须必须要给这支 呃 眼线液 如果有一天它停长的话 我 我觉得我会疯掉 我就会再也不会画眼线了 有没有 That's my Top1 好同学们 这个呢就是我的2017年的10样 我最喜欢的 呃 关于眼部和眉毛的化妆品 呃 也希望你们在底下给我留言 呃 告诉我你用过 2017年你用过有什么比较喜欢的 就是眼部的化妆品 因为我特别就是 你知道最近我在这种 买眼影盘的这种 这种疯狂中 也许有哪一个盘子 就是说你用过 我还正好手上还没有的 我就想买来试一下 疯了 真是疯了 Anyways 那我的最后一支视频呢 会是 All About Lips 然后大家知道 我是一个超级大的唇妆扣 所以也行 大家要期待这支视频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你应该订阅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 关于Lips的这支视频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video的话 你别忘了帮我点个赞 所以今天的video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